目前国共两党正在重庆 紧锣立国商场 将建立一个独立 自由和平的新中国 你是不是潜入我的房间 拿走一份图纸 那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秘密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想得到呢 就这个东西对共产党很重要 我们好不容易敢做了日本鬼子 内战一旦满腹 就会成为战争罪犯历史的罪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有人在利用她调查婚犯 秦宇接近她是有目的的 你说秦宇 我以为也是特务啊 她一直在利用你你知道吗 你只不过是她手上的一颗妻子 你下一个要干掉的人到底是谁 今天我要杀了 上头有面子 你不能直接来找我 哥 我要被你帮助 你是特务吗 你憑什么擅自把她放走啊 这不叫放人 你们把人伤成那样 难不成不许人家疗伤吗 她这一血还能回来吗 乾坡 你凭什么擅自把她放走啊 他有可能是共党分子 你不明白啊 请注意 那只是你们的怀疑 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是共党分子 我不在这几天元澄很热闹 何止是热闹 那简直就是沸腾了 我告诉您啊 我知道谣言满天飞嘛 老百姓指桑骂怀 还把那个赵良栋的祖上三代 都问候过一次了是吧 然后就把人都放了是吧 放了 有意思的是人刚放 就来了一会儿人节狱 市长 没准这胡帆还真就是共产党 那胡帆现在在警备团部吗 没有 警备团的人直接就把他送到火车站了 说是送他去南京养山 您说这根放人 他有什么区别 那太有意思了 看来赵良栋那脑子里装的 不完全是草料 只是他运气不够 还以为抓了大鱼 谁知道这个王早就给人弄穿了 赵良栋连老天爷都不帮你 也自认倒霉了 市长 我听说赵副市长想在胡帆的妹妹 胡聊聊山上下手 你告诉他千万不要打草惊喜 这事一定要我亲自监督 是 我听说这大人了 不想了吗 嗯 是啊 还来不来啊 这是你还没到 我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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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等一下吧 那先等一下吧 还是等一下吧 那先等一下吧 怎么还没来啊 真不该给你来 你又不是西人王都来干嘛 啊 胡大小姐 防患于未然这句话你懂不懂 我现在正中其事地警告你 就你们副刊部那点儿出来 将来米会越来越烧的 到时候啊 你就等了饿肚子吧 得之坦然 失之淡然 怕什么 大不了找个优秀男人架掉 嗯 反正我才不想跑一心心呢 多累啊 没出息就想着嫁男人 你以为男人多可靠啊 我看你这是不思进取 哎呀好好好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来了 快快快 快快 相机相机 来 首先我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 出席这个记者招待会 这次有社会各界的记者到来 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我们的接收大员 欧阳晓风先生 欧阳晓风先生这次到来 要用三个月的时间 跟大家好好地互动一下 同时我希望今天呢 能让各位满载而归 能让各位满载而归 好 重庆方面派来的接收大员 竟然会是两年前突然消失的男友 欧阳晓风 欧阳晓风的出现 撕立了他尚未愈合的伤口 伤心 委屈 顿时涌上心头 白丁极力抑制住泪水 想将泪水和网汁 一起消化掉 好 找到他了吗 找到他了吗 我已经去了 英合联合造船厂了 一个大鼻子杨杨说 那个混蛋刚辞职 已经从宿舍搬出来了 他的同事 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他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胃不舒服呀 你带药了吗 你还愿了 里面感谢 你还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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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还是很难过是吧 我想 有时候男人和女人之间做知己 可能要比做恋人快乐得多 好了 振作起来吧 咱不说好了吗 把它当成一块病病的组织给割掉 虽然疗伤的时候会很疼 但这是唯一的救命之举啊 白铃 白铃 朕没想到都两年了 城还是那座城 江还是那条江 白铃还是那个白铃 依然忘不掉某人 你说谁呢 你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还有谁 欧阳小枫呗 欧阳小枫是谁 欧阳小枫是一个杀人越货 奸淫武略 无恶不作的王八蛋 你太抬举他了 他连王八蛋也不能算 充其量 只能是一个臭不可闻的驴饭蛋 老板 有人伸吗 请跟我来吧 请跟我来吧 来来来 进来 好 你可算来了 好 同志们哪 都非常担心你的安全 你没事吧 还好 都是皮肉伤 过段时间就没事了 听郑伟明说 原成来了一个处置汉奸财产的接收大员 此人叫欧阳小枫 他可够威风 连市长都亲自出面去迎接了 他的名字好熟悉啊 好像在哪儿听过 一时又想不起来了 恐怕此人也是来者不善 我让小丹 多注意他的行动就是了 查清拿走 部署徒的是什么人了吗 还没有 他们不像是军统和总统的人 我估计恐怕跟黑帮脱不了关系 如果是黑帮 刑事还不是太坏 这些人图的是钱 要尽快跟他们接上头 免得夜长蒙多 这个锦盒是空的 但这个图案很有点意思 不过要解开这个锦盒的秘密 恐怕我们是无能为力 既然这样事不宜迟 还是赶快把这个东西出手 不急 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还是小心为妙 哦 你手上的伤怎么样 不要动 把东西给我 把东西给我 还给他 我站住啊 我站住啊 救救我 救救我 快走 快走 你的腿没事吧 无小姐 没事 你怎么 哦 我刚刚准备去打猎路过 然后看到这个情况 对了 这个还给你 谢谢你啊 不用客气 你喜欢打猎吗 喜欢呀 可是我不用枪 这容易 我就是个县城的教练 我可以教你啊 咱们一起去 现在 我 我明白了 可能真的有点太唐突了 那下一次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上次你帮我哥的事 我还没谢你呢 好呀 这次又 会不会给你添乱呢 怎么会添乱呢 虽然我是官员 但是我还是喜欢 休闲一点的生活 除非 你嫌弃我是个粗鄙的人 怎么会 今天天气很好 很舒畅 对呀 你看大雁 真是 有名 打中了吗 应该吧 可怜的大雁 只是不小心孤零零的飞过 对 大雁一向都是双宿双飞 如果一只死了之后 另一只很难毒火 因为他会非常伤心 所以他不可能生存下去 那我就让他痛快一点啊 是吗 是的 问世间情未何物 只教人生死相许 虎小姐你看 世长可是百发百中 百不穿羊的神枪手啊 世长真是神话绝技啊 没有了我只是喜欢纵情山林 我教你打枪好吧 好啊 先用这个肩膀 顶住 然后握住手托 这手先帮到这里 肩膀呢不要太松也不要太紧 然后我们的目标呢 先找个目标啊 这棵树 好吗 来 看这里 三点成为一线 看到了啊 然后准备扣斑机 准备好了吗 看准了吗 那来了啊 扣 摇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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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的枪法真好 改天你再教教我吧 好啊 胡小姐 咱市长文武双全 不仅枪法好 而且还写的一首好诗呢 有名 对了 市长经常给你们报社投稿 什么 有名 市长向我们报社投过稿 啊 奇怪了 四刊部可是我负责的 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写的诗呢 你当然没有见过 市长用的是笔明 我跟你说啊 有名 你话太多了啊 市长真的向我们报社投过稿 那你的笔明叫什么 其实我就是玩玩而已 不足挂齿的 诗词的投稿 并不多 让我猜猜你的笔名啊 南方 田园 你不会 就是我要苦苦寻找的利翁吧 你答对了 你真的是利翁啊 有名啊 我们现在就送胡小姐回家 不知道胡小姐住在哪儿啊 紫围巷 哦 紫围巷 紫围巷是富贵人家住的地方 我父母住在城郊 紫围巷的房子是我祖母留下来的 我祖父以前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团长 后来在护法战争中牺牲了 就留下了这栋房子 原来你是将门后人 失敬失敬 你就开我玩笑吧 我没这个意思 对了 你哥最近好吗 我哥 还好吧 他回南京了 也没有跟我联系 多亏你出手相助 我还没谢你呢 你这么跟我说就不但我是朋友了 太监外了 而且我只是帮了一个小女 不用挂在心上 秦市长 以后别叫我市长了 我们都是朋友了 看在我大年几岁 不如以后你叫我大哥 那怎么成啊 难道你还瞧不起我这大哥 那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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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玩得很愉快 谢谢你 就这么让我走了 不请我进去喝杯热茶 你坐会儿吧 可以倒水 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啊 就我一个人 报社离家远 上班不方便 我就一个人住在这儿 这房子很漂亮 还行吧 虽然它是老房子 可我就喜欢一些古老东西 可惜听说这房子要拆了 要修公路 其实啊 这房子是越老 越有价值 真不错 我可以随便看看吗 请便吧 胡凡知道 秦宇公开的身份 是圆城市代市长 他同时还有一个职务 圆城中统站站长 圆城政府党部 就是中统特务的活动基地 秦宇接近胡寥寥 十有八九 是冲着他来的 怎么来得及整理呢 有一点乱 不好意思啊 哦 好 没问题 哎 要不我给你沏杯茶吧 你喝龙井吗 哦 喜欢 喜欢 我最喜欢喝龙井了 我们真是有缘分 家里还有人吗 没有啊 桅董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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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ersive 楼子 他一个总体猟错了 我自己给达吧 我们这里邮意地 吧 然我们完全不止 你好 是这样 秦哥正好路过 就帮我拿回了包 那谢谢了 应该的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聊天了 我先走了 告辞 不送了 这地方一定有问题 怎么有情况 我总感觉胡凡会来找胡聊聊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呗 暂时不要打草惊蛇 走吧 你刚才喊的什么 聊聊 哥 你怎么在这儿 小猴哥说你回南金养商了 怎么又回来了 那是他们找的一个借口 不然他们没法交代 知道吗 原来是这样啊 嗯 对了 嗯 你这身上伤口怎么样了 啊 现在好多了 要不然我还能来看你啊 对了 哥 你是怎么进来的呀 昨天回家 父亲给了我钥匙 这几天啊 在城里谈生意有点累 就顺便来这儿休息休息 刚才在卧室里睡了一会儿 哎 聊聊 刚才那个人是秦市长吗 嗯 嗯 对了 聊聊 你跟那秦市长到底怎么回事啊 刚才我就想问你 你怎么还喊的秦哥呀 是啊 他怎么会来这儿 刚才你不都听见了吗 对了 白铃 你还记得 上次我给你说过那个叫立翁的作者吗 立翁 孤隐惆怅欢宇少 空尽哀怨化眉梢 怨君心口终如衣 千金散去轻一笑 你知道这首诗是谁写的吗 一个笔名叫立翁的人写的 精彩极了 记得呀 诗写得特别好 投稿也不留详细地址 还不要稿费 对 让你寝室能安 夜不能昧的诗人怎么了 我找到他了 你猜他是谁 你别告诉我就是他了 对 就是他 秦宇 秦大市长 真的假的 真的 千真万确 如假包换 好了好了 聊聊 以后啊 少跟这个人来往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什么 反正 我对这些官员都没有好感 哥 你也太武断了吧 你知道吗 你能出来 秦市长帮了很大的忙的 他救我的 是他疏通关系 让我跟白凌军探监的 要不然啊 你现在还在大牢里关着呢 是他 胡凡不明白 秦宇为什么救自己 难不成他也是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卧底 一时间胡凡有些战二的和尚 摸不着头脑了 接收大员 欧阳小枫的到来 轰动了园城 干杯干杯 园城政府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舞会 园城各界为了日后行事方便 纷纷前来替他接风洗尘 吴伯涵邀请了白凌 他本来不想了 但为了证明自己 已经将欧阳小枫忘记 在胡了了的陪同行 也来到了舞会 两位大记者 幸会 白小姐 幸会 谢谢 有夫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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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欧阳兄吗 老同学 博函呢 听说你这两年 传运生意做的挺火的 富家一富函 别提了混口饭吃而已 对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 集美貌智慧于一身的 大记者白凌 这个是我和小工 博函 你刚才跟谁 聊了那么长时间 好 我在这儿站着等了你半天了 走啊 咱们就喝一杯 走吧 回见 再见啊 吃吧 好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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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呀 咱俩薜 nik 你呀 你是你呀 小妹妹唱歌 大舟舟 郎呀 咱们俩谁调笑 我来呀 郎呀 咱们俩是一条航行 欧阳先生 可不可以请你跳支舞呢 那女的谁 那个是大汉奸周东海的侄女周伟 那个汉奸的侄女讨好接收大员 情侣之中的是 你跟欧阳小峰是大学同学 对呀 我们大学同学 但那个时候在学校我们是两个对立的牌 已经很多年没见了 你怎么今天好像变了一个人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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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慢走 请上车 您慢点 慢点 走了 走 欧阳先生 您能送我回家吗 你呢 您快点 您快点 您还好 您还好 苏牙先生 這就是我家 今天見到您好開心呢 謝謝 那你好好休息 我回去了 小楓 你別走 我怕啊 怕什麼 前幾天 我叔叔在家 被一個蒙面賊給殺死了 從那兒以後 我們家就監視了 最好有賊來光顧哦 對了 聽說你叔叔的死 跟一份部署圖有關 你怎麼跟那些特務一樣啊 我哪知道什麼部署圖啊 你誤會 我只是隨口問問吧 對了 你叔叔死之前 也沒送過什麼東西嗎 你好討厭哪 哪有什麼東西 我早就跟那些特務們 說了一百遍了 我說沒有 就是什麼都沒有 我們別說這些好不好 你陪我說說話 我這不是在陪你 對了 你叔叔平常喜歡待什麼地方 看來你也是來找部署圖的 那你去找好了 那些特務 早就把我們家 翻個底朝天了 還什麼都沒找到 你去啊 我叔叔以前就住隔壁 那你歇會兒我去看看 一會兒我會陪你啊 一會兒我會陪你啊 什麼人 不許動 手舉起來 你還要拋壞 你還要拋壞 我們讓你交給我 你還要拋壞 你真是弱了 有沒有想不到 你還要拋壞 你還要拋壞 我們把你拉壁 你呀 我不是要拋壞 他不擋壞 是你來 你没事吧 小枫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就是这个小贼 已经被我赶走了 现在没事了 这抽屉里本来放的是什么 是我的一本日记 才刚刚写的几页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怎么对我写的日记 那么感兴趣啊 你是谁 管家 他是我朋友 赶走 冠出去 要不然我就开签了 管家 我说他是我朋友 朋友 好了 那我也该回去了 你早点休息 我明天再来看你 管家 这两天贼比较多 把握好你们家小姐 好嘞 那我走啊 晚安 周子玉的日记 有几句话值得我们挖掘 他是这样写的 自从叔叔出世 家中时有盗贼出谋 求助于汉姐被拒之门外 人走茶凉了 这说明周子玉跟一个叫汉姐的人交往不错 而且这个人应该是有点分量的 汉姐 按理说 这么有能耐的人肯定不是积极无名之位 原成的三教九流 大凡有点能耐的我都听说过 可是从来没听说过汉姐这好人物 那么这样 我早上去拜访一下周锦雲 万万万可 这风口浪尖上 周子玉的行踪 完全在特务的监视之下 稍有不慎便会有危险 咱们还是另想办法吧 你还记得那个 被你扯下黑布的蒙面贼吗 好 记得 我今天呢 特意请了一个画师 按照我的描述 画了一幅原相 就这个 谁呢 你看看 这个人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是吗 你再仔细想想 一时又记不起来了 给我听客人态度 不过 如果再让我见到这个人 我一定认得出来 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好 走 跟我去个地方 去哪儿 昨天晚上 周子玉家里又有枪声 你陪我过去看看 你别总把我到你们 宣布的人使唤好不好 能被我使唤 那是你的荣幸 给 走吧 快点 快点 小姐 有个叫欧阳晓风的求见 让她进来吧 昨天晚上你走后 人家都没有睡好 人家都没有睡好 那贼没在光顾吧 当然没有了 管家拿枪在那边守了一夜 他们哪还敢来啊 既然贼没在光顾 为什么没睡好呢 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呢 对 其实我挺好奇的 你那日记本上都写了些什么 也没写什么呀 就是生活上一些琐碎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东西到底有那么大的魅力 人都死了他们也不死些 这我就不清楚了 这事可能只有你叔叔自己知道 欧阳先生 你 你来不会是想收我的房子吧 我告诉你 这个房子是我父亲生前留下的 跟我叔叔没有一点关系 他以前是做棉纱生意的 不信你可以去查呀 我在周大小姐 你放心 如果查证属实 我们是不会乱来的 要相信政府 看来你真是个好人 倒杯茶给我喝吧 对了 我刚在楼下遇到邮差 他送了一封信 说是你叔叔生前寄出去的 但是收件人没有查到 所以给他们退回来 我叔叔一向做事情很谨慎的 怎么会寄错东西呢 看来是他早就预感到自己要出事 所以才想把照片寄给他的老朋友 没想到又退了回来 没想到又退了回来 我能看一下吗 这样吧 这张照片我带回去 帮你把它放大 让你以后留作纪念 怎么好麻烦您这位接手打员呢 没事的 我有个朋友他开了一个照相馆 我让他用美国最好的相纸给你洗 那谢谢你了 以后别这么见外 我们是朋友 你真的把我当朋友 不然呢 小姐 民生报有两位记者要采访您 知道了 您让他们在大堂等我 行了 别送了 你先忙吧 等照片洗好了 我再给你送过去 那就麻烦您了 你们两个先稍微等一下 很快就回来了 你们两个先稍微等一下 你们两个先稍微等一下 很快就回来了 谢谢大家 对 谢谢大家 陪伴一下 阿尔 加油 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